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凤凰女》的戏剧人生 今天讲《凤凰女》有什么粤剧表演 上一回讲到《凤球王》剧团在77年11月 帮保粮局百周年筹款大会演出第四晚 剧目《凤国恩仇未了请》 接着是香港艺术节协会举办的第七届香港艺术节 1979年3月在香港大会堂举行 同剧演出的有《新马思增》、《靓翅伯》、《任兵仪》、《刘月峰》、《梁醒波》等 演出的剧目有《提笑恩怨》3月5日、《胡不归》3月6日、《宋江露撒盐婆色》3月7日、 《一把传宗箭》3月8日、《凤粥萧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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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9日》, 1979年4月至5月在坑口凤凰女、麦炳荣、刘月峰、 新海泉一起合演,4月27日演六角大丰相和龙虎楚霸城, 4月28日演梟雄虎杖美人恩, 4月29日演春风大德归来演, 4月30日演唱《霜虹霸虎刀》, 夜唱《慧劍族情诗》, 5月1日演唱《雄陵渊》, 1980年2月演唱《香港艺术节》, 演出的地点是《香港大会堂》, 奉皇女、麦炳荣、 靓茨伯、新海泉、任兵仪, 劇目有2月10日《金凤引銀龙》, 2月11日《燕归人未归》, 2月12日《梟雄虎虎杖美人恩》, 2月13日《奉国恩仇未了情》, 和2月14日《盖世相红》, 霸楚城。 接着就是《喜龙凤》劇团, 1982年1月至2月, 《奉皇女》和麦炳荣, 連同刘月锋、高麗合演的。 劇目有1982年1月25日, 劇目是《六角大丰相》和《荣归伊錦凤求王》, 1月26日《日常》是《双珠奉》, 《夜常》是《奉国恩仇未了情》, 1月27日《日常》是《双龙丹奉霸王都》, 《夜常》是《雕万元帅妄将军》, 接着就是1月28日《日常》是《龙丹奉霸王都》, 《荣城府将鎮升威》, 《十年一教阳周梦》, 这是《夜常》。 接着1月29日《日常》是《金差忍凤凤凤》, 《夜常》是《飞上枝头变凤凤凤》。 接着就是1月30日《日常》是《燕城墙》, 《蒙丹丹孔》, 《夜常》就是《衞劍逐情思》。 接着就是1月31日《日常》是《寶劍松辉万将虹》, 《夜常》就是《劍底我微事我妻》。 接着就是2月1日《日常》就是《雪碟淮香妓》, 夜长是黄飞虎返五关 然后时间到1984年2月 就是宝人和剧团 演出的地点是美夫百丽典 阵容有凤凰女、麦炳荣、袁绍辉和高丽等等 剧目是2月2日 是六国大风尚和刁蚊元帅网将军 2月3日是荣归伊感奉求王 2月4日是双龙丹奉霸王都 是日长来的 然后夜长是奉国恩仇美了情 然后2月5日只有夜长 十年一教阳周梦 然后2月6日是十奏严嵩 然后2月7日是三审藏玄花 然后2月8日是金差忍凤凰 夜长是黄飞虎返五关 好,刚才跟大家分享完 《凤凰女》的粵剧演出 即是在舞台方面 接下来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 这个电影的演出 《凤凰女》由1950年开始演出电影 一共超过300部电影 我们就将会在下一集 跟大家分享 《凤凰女》演出的电影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 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爱凤凰女的朋友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这个RN与阿鱼频道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